第五名 按摩师 虽然知道长时间久坐的身体不好 但是身为一个办公室一族 哪有时间站起来运动 更不用说专门愁时间去健身房锻炼了 因此啊 不定期的去按摩一下 缓解疲劳成为了众多百领的选择 而由于专业心强 需求量又大 因此按摩师的工资自然就高了 第四名 烧烤摊 随着夏天的到来 路边的烧烤摊开始夜夜爆满 鸡翅 鸡针 烤茄子 烤韭菜 还有各种撒满了香料的肉串 配上冰凉的啤酒 谈天说地 直到喝得烂醉回家 在满足了客人的需求的同时 爽烤摊的老板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第三名 废品回收 那些喜欢在你家楼下用着大喇叭喊 回收旧冰箱旧彩店洗衣级的 真的不要太讨厌了 然而啊 你看不起的这些熟破烂的 用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 和一秒鉴别好废品的专业技能 轻轻松松远收过万了 第二名 培训机构老师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伴随着家长们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 周末的补习班不能落下 除了学习成绩要进步 兴趣爱好也要有一技之长 总之啊 家长就是希望孩子 能够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当然了 在家长们付出了工资和精力之外 培训机构的老师的腰包倒是鼓起来了 虽然比不上有铁饭碗的老师 但是工资不会差不少 甚至会远远超过正式老师 第一名 月嫂 世界上有一种人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 那就是月嫂了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 月嫂俨然成为了一个高收入的代名词 只要熟练掌握月子护理术和带娃技能 强手程度堪逼北京大医院的预约刮好了 月收入一两万根本不叫事 看完这些大盘点 月车